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市政府率全国之先挂牌发行属于永续债的社会责任债券 共25亿元 所莫得的资金将全数用于捷运建设与环境改善 为落实永续共荣希望首都的城市愿景 台北市长蒋万安时日宣布 北市府率全国之先挂牌发行社会责任债券 共25亿元 将全数用于北市捷运建设与环境改善 蒋万安表示 虽然社会责任债券利率较低 但企业购买后是公司治理 绿色金融等ESG评鉴非常重要的指标 在这里我要正式向大家宣布 台北市政府是领先全国 率全国之先甚至领先中央 成为第一个政府机关 正式挂牌发行永续发展战 这不只是代表台北市政府 我们推动永续发展 建议碳牌的决心 更是要让世界知道台北市政府愿意呼吁 全球进行叛牌 一旦永续的行动 我们会全力以赴 大家可以看到永续共荣 希望守住 这是我们新市府团队上任之后 对于未来市政破坏 愿景非常重要的方向 以及指标 所以我都请团队都要动起来 我们未来推动建议碳牌到2050 我们希望阶段性完成目标 包括居住 包括交通 包括环保 今天包括预测金融 全面往前迈进 所以我们正式发行 永续发展的债券 永续债 也就是相较于公债 它的利率比较低 那同样的 我们希望透过绿色金融 创造三营的局面 也是对于政府 对于市民 对于企业 能够三营 也就是对于购买 永续债的企业来讲 它可以列为 我们金管会 包括公司治理 永续金融 非常重要的指标 也是以ESG 参考的整理 另一方面 我们这一次所目的资金 也会用来台北市监狱新建 其实监狱的新建 对台北市来讲 这是持续的工作 我们已经有非常绵密的监狱网络 当然它提供市民朋友 便捷安全舒适的利润书 交通设施 每天有将近200多万的人次 而且能够带动 我们捷运我们的周边 快速的发展 而这一次 我们有三个 亮点三个第一 除了刚刚讲到的 率全国之先 领先中央 第一个政府机关 挂牌发行有需在 第二个 我们与国际接轨 也就是在我们整个规划 或者计划书里面 我们是以联合国SDG指标来对接 包括了SDG9 SDG11 也就是包括工业化的新创 以及基础设施 以及第11项 我们致力打造包容 永续韧性特质的城市 那第三个亮点 我们也符合现在 这个资本市场 协会他们所定的最新指标 也就是未来物质追踪 资金本身的用途 以及以外 它所产生的效益成果 所以我们三个第一 我们相信 让大家看到 我们推动永续发展的决心 另一方面 我们也让大家看到 我们愿意 为永续发展而努力 财政局表示 社会责任债券 是永续发展债券的 其中一种 由于台北捷运 每天有近200万人次搭乘 北市府发行社会责任债券 可引导国内资金 投入聚高度社会效益的 捷运路网建设计划 永续债 它底下有很多的系分类 包括社会责任债 还有绿债等等 但是它的核心价值呢 就是要透过发行公债 将所募集的资金 全数运用在具有环境效益 以及社会效益的资金 今天北市府选择发行社会责任债 就是因为我们台北市绵密的揭路网 我们希望让它不再仅仅是运输 更可以深化 作为是我们提升整个环境的教育 也可以是一个大家可负担的 一个基础的生活设施 让这个安全便捷舒适 费用低连的这个结局设施 成为我们台北市 永续发展的重要核心基础 今天我们发行永续债 吸引了20家业者的 永续月参与 用实际的资金行动来支持 我们的捷运建设计划 我们所募的资金总额是25亿元 加钱平均利率是1.237% 除了利率低之外 刚刚如同市长这边 跟各位媒体朋友 还有各位贵宾说明的 我们的三项首例 那这三项首例 真的是创下全国的这个先例 今天能够顺利发行 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财政局表示 北市府发行的社会责任债券 是国内政府机关挂牌的首例 也是首例将计划书内容 与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连结 同时也向世界宣告 台北市永续发展 禁令碳牌的决心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在带来关心针对国防部 发布两次国家级防空警报 立委赖士堡表示 中国其实早就预先公布 卫星发射多次 一问为何国防部 只在这一次发布 国家级的防空警报呢 手机警报声响 提醒中国发射卫星 飞越我国南部上空 请民众注意安全 国防部9号下午3点 发布两次国家级防空警报 定睛一看 中英文似乎有些出入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 质问中国其实早就预先 公布卫星发射多次 为何只在这次发布 国家级防空警报 且还发错讯息 从去年到今年 因为今年才开春 才开始而已 从去年2003年以来 国内的假信徐 最大的就是这个假信徐 因为叫国家级的 国家级警报 而且是防空警报 所有国家级警报里面 最严重的就防空警报 因为防空警报的定义就是什么 飞弹来袭 才有防空警报 或是飞机飞入了我们的领空 才有防空警报 其他的国家级警报 可能是疫情 土石流 地震 但是最严重最严重的是 国家级警报之下的防空警报 就是我们收到那个 AIR RAID AIR RAID AIR RAID 防空警报 你发了一个 我这一生以来最大的 国家级警报 因为是防空警报 结果后来发现是假的 因为 照防空警报的定义 不包括卫星 经过 经过我们的领空 不包括卫星 相关的规定 我们记者会后都会给大家 不包括卫星 结果卫星你也发防空警报 然后还写作字 把卫星写成飞弹 你愚弄了所有的国人 我都讲过 国家级的警报 有包括这一些 地震 海啸 火山喷发 这个就是23种 国家级警报 里面 其中最严重的 就是在这个地方 飞弹空袭 才会用防空警报 AIR RAID 就是 就是只有飞弹攻击了 才会用那个 AIR RAID 就是防空警报 其他的都不会有 这四个字 如果你是地震 或是其他的 所以这个是最严重的 结果你发了一个最重的 重讯 发给全国 我看他可能发了 3000封以上的简讯 因为一个人最少收两封 有人收到四封 你是在开玩笑 跟国人开玩笑 国防部9号也有回应表示 因一部分用词不够精准 表达抱歉并深刻检讨 被国民党质疑 发布错误的国家级防空警报内容 是选举手段 国防部打死我都不会相信 国防部经过多年的训练 用着拍到国外去 然后到博士学会的 他居然 他会把这个 这个satellite 把卫星 分离为 missile 怎么会这样子呢 而且把air ray 明明是一个 不是把它用防空 翻为air ray 这是空袭 怎么会这样子 空袭就代表打仗了 非大家打仗了 所以空袭 所以清楚看得到 最高的导演就参应了 那国防部呢 私信单位 这是第一点我要强调 第二点我要强调的是什么 我要回应刚才 文座讲的 国防部长要为这个事情下台 各位 引起多少的恐慌 一个人一群 一个人一通 简讯就好了 我们的各位收到几通 简讯 一般来讲 好几通啊 我看一来就是五六通 几通啊 一通 一块钱左右 一块多钱啊 那就两千三百万 两通 四千八百万 如果平均一个人四通 那商议哦 请问这个钱 谁买单 谁买单 你我的纳粹人买单啊 所以错误的 错误的国家信息 重大的 一个灾害重大的国家信息 这个如果发布错误 要不会买单 让不会买单 那第三点我要强调的是 这个虽然是财英文主导求国证 因为他在人家部下执行 但是那个执行翻例的人 要测试查办 要测试查办 为什么你翻一翻我们的选举总统 副总统 选拔法 讲得非常清楚 任何的选举有几个部门 我让我感觉 这样一些 的首长绝对不能够来扶选 绝对不能扶选 教育部长不能扶选 这个不可以 不可以扶选 国防部长不可以扶选 下午三点会发射 请问 这样子中国大陆早早就公告出来的东西 我们竟然发出了空袭警报 这不是国家级的选举奥部吗 国民党团喊话要有人负责任 发布反空警报简讯内容作业的人 必须撤职查办 记者问句 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内湖警方查获一名谢信女车手 她说她在滑斗营的时候 与一名男网友交往 对方因为跨国投资 必须要汇款到香港 却无法使用转账的功能 因此要求谢信女子提供账户 接受汇款 结果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 你最近有接到什么 就是比如说借贷啊 还是什么要你提账户给别人 这是你自己的卡 一名藏法披肩的女子 因为在银行提款机前徘徊 并反复抽插卡片 引起警方怀疑向前盘查 原来这名谢信女车手 在社群媒体抖音 与一名男网友交往 对方向她表示 因为经商续汇款到香港 被爱冲昏头的谢信女子 不但提供自己的账户 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 家住小琉球的她 更为爱南北奔波 12月28号到高雄提领百万张款 交给第二层收款车手 紧接着搭车北上 到内湖某家银行提款时 被内湖警方查获 本所远景于日前执行巡逻情务 见一女子在银行外徘徊 且持续操作手机 随后即进入银行操作ATM 操作间不断插退卡 且左顾右盼远景及上前盘查该女子 寻居该女子公称 于社群上结识一名男性网友 该男性网友称自己有投资需求 为自己账户无法使用 该女子便提供自己账户供其使用 并在日前帮助其提领百万余元的账款 而今日更依指示北上提领账款 为该账户稍早遗招警示 异常行为引起巡逻远景注意 及上前盘查 警方表示这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恋爱扎期手法 骗取感情后让对方成为第一线的车手提款 警方已经将全案一涉嫌诈 积极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移送地检署偵办 警方也呼吁民众 网路交友要小心 不要轻易提供账户功能使用 以免沦为诈骗集团车手而慈善官司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新冠疫苗XBB1.5 1月9号开打 台北市就呼吁民众接种疫苗 增强防护力还可以抽总奖205万元的好礼哦 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陈燕源率先开打XBB1.5疫苗 以身作则呼吁民众接种 随着秋冬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农历年节将至恐增加疫情传播风险 台北市副市长林逸华与卫生局 呼吁民众接种疫苗保护自己与他人 打疫苗抽保理 新冠疫苗保护家庭 那而且呢 就因为之前可能因为三年 大家对于这个防疫工作 也是非常每天都非常紧张地在面对 所以一旦流氧化之后 本来就比较忽略了 在这时候要继续的保持健康 打疫苗的一个重要性 那所以呢台北市这次特别针对我们 新的这个XBB的部分 要有一个催打 要有一个催打 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写 我们1月1号到1月31号 打疫苗的部分 就还会有所谓抽奖的部分 台北市总拿出205万元来鼓励大家 来打这个XBB的疫苗 那去年我们其实莫德纳 已经XBB打了大概9万5千多 9万5千多只 那今天这个 开这个记者会 一方面是莫德纳的部分 我们六个月以上都可以打 那另外今天开始呢 就多了这个Nova Labs 的部分 是12岁以上也可以打 所以等于是民众可以有两种疫苗的选择 那今天我提到说 大家因为这边已经全满了 所以就代表说 其实大家也开始有注意到 在这时候打疫苗的一个重要性 因为现在到了比较是流行的 更流行的一个阶段 还有一个呢 提醒大家要打 是因为再来就是过年的时间了 那过年的时间呢 是我们除了工作忙碌之外 还会跟朋友 尤其跟家人团聚的时刻 所以这时候把自己保护好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从去年9月26日开始 那个关于新冠肺炎的疫苗 莫德纳开始上 可以在台湾施打 那打到现在大概 整个台北市的打气 并没有非常的好 那可能因为最近 大概陈如刚才提到 人员的流动或者是 这些选举 或者是这即将面对的春节 所以慢慢打气有一点点回升 不过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为了要刺激 这个疫苗的一个打气 那我们提出了一些奖励的措施 那大概从今年的1月1号到 今年的1月31号 如果有施打疫苗的话 新冠肺炎疫苗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奖励的措施 那也鼓励我们台北市的所有的市民朋友 能够尽快的到医疗院所来施打相关的疫苗 Novavix XBB1.5开打 让民众多一项接种选择 台北市共13家医院和58家诊所可以施打 卫生局同时推出方案 涉及台北市且出生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 在1月底前施打新冠XBB1.5疫苗者 可以抽1万元等值礼券 台北市目前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 它大概接种率都不尽理想 所以这也是我们提出相关的政策来催打的原因 那当然有提到说这些高风险族群 包括说这个小朋友 还有这个65岁以上的长者 那个是比较容易在 如果新冠得到新冠之后 比较容易有一些并发症 这个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希望年长的市民朋友 尤其是65岁以上 那目前还有一些奖励措施 包括说可以拿一些快塞剂 那当然年长市民朋友要拿快塞剂 要施打疫苗的话要尽快 因为如果这些快塞剂发完的话 可能就没有快塞剂 不过我想来接受疫苗的接种 当然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 避免并发症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尽快的鼓励年长市民朋友们 一定要尽快尽快到医疗院所来 接受疫苗的施打 主要是过去的疫苗 跟现在的疫苗是不同的 应该是不同的猪 猪就是一个strain的差异 所以过去在Omicron的 这种强势的感染下 但是现在新的疫苗变化 还不是疫苗 病毒本身变化非常快 特别是今年的入冬以来 其实疫情非常的严重 大家可以到急诊处去看 都是Covid-19跟流感双重 两个病毒都在试验 大家可以到急诊的话 就会发现这样 那事实上今天 这个开始施打这个Nova Max 事实上是针对最近流行的 这个Covid-19的病毒株去做出来的 而且它是一个蛋白质疫苗 所以副作用效果应该是不错 所以我们鼓励民众在这段时间 赶快来施打 因为今年入冬以来 其实疫情一直在升温 虽然我们已经没有像过去三年 那么严谨的一个管控措施 不过该有的现在是在很多病毒 都在肆虐的状况下 也有专家说是免疫负债 因为过去我们三年 大家口罩戴得很好 那洗手也都洗得很好 所以很多病毒都没有得过 但是今年入冬以来 确实不只是Covid-19 很多其他的病毒 所以虽然我们已经是解封的状态 大家可以自由进出 不过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一些 可能有高风险的地方 像医院我们都还是口罩都戴好戴满 那民众到一些人群积极的地方 也应该要做好保护自己的措施 活动会抽出2000名 获得1000元礼券外 还一年零分五组 各组都可以抽出幸运额 获得1万元礼券 总奖额达205万元 鼓励市民接种疫苗 提升自身防护力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国民党立委王红威 李德维 林维州 针对民进党立委罗志正 卷入布牙影片风波 召开记者会 王红威表示 调查局以侦查不公开为由 不公布影片身位的检测结果 到底影片和录音档 有没有被伪造呢 必须要尽快理清 销出调查局回函 上头写明基于 侦查不公开规定 未公布检测结果 立委王红威表示 罗志正身为国防外交委员 最近流出大量个人影片 声音档案 必须尽快理清真相 包含刑事局还有调查局都分别对外说明 快的话一天慢的话48小时之内都可以完成鉴定 所以呢在昨天一上班的时候呢 我就发文给我们调查局 说是不是能够因为他是在1月2号去做检举 那么昨天是1月8号 所以他的结果早就应该出来 而且昨天大家也看到媒体也报道 事实上结果已经出来 那么昨天在下班之前 法务部调查局回函给我 那事实上也证实了 他们完成了相关影片的鉴定 那么但是呢 他把它再转交给新北地检署去做侦办 那他是以所谓的侦查不公开的规定 就如同刚才林维州委员 说这个呢 他没有公布检测的结果 那这一点当然引起舆论大滑 也就是说 既然这个影片的见识结果已经出炉 但是为什么不予公开 这么长的时间 不去公开 到底里面有什么鬼 而且呢 还谈到说 这个要当事人来同意 去年底的时候 北检为了针对这次大选 他说可能全国有很多的重大假讯息 那现在也确实离选举非常近 当时法务部长检察总长亲自视察北检 而且做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 要求这些检察官 也就是黑金专组 应该全天候值班 而且遇到全国性重大假讯息 应该立即澄清迅速下架 溯源追查主线 好 如果按照这样的原则 所以还有什么侦查公不公开的问题呢 因为罗智政是国防外交的重要的委员 如果他的影片 性爱影片 或者他的录音档 一再的外流 而没有办法证实这个是伪造的 那我们想请问一下罗智政委员 你最近你的手机 有遗失吗 你的手机电脑有遗失吗 有送修吗 因为如果这些的影片 没有办法去证实是造假的话 我们更关心 一个重要国防外交委员的 他的手机电脑里面的资料 是不是已经出现严重外泄 另一位李德威质疑 调查局不公布结果 让中国介入选举的说法 无法证实 甚至是打脸赖清德之前的说法 当赖清德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主席 第一时间说相关的影片是中国介选 我想请问 现在调查局的结果 是不是打脸赖清德 赖清德释放假消息 该不该被关呢 该不该被调查呢 刚刚我们王宏卫委员这边说的 非常的清楚 法务部蔡清祥部长 邢泰昭检察总长 要求立即澄清 迅速下架 溯源追查祖贤 今天祖贤不在哪里 就在我们的身边 请问今天的结果不公布 能够证明是中国介选吗 每当有对民进党不利 对民进党候选人 选情不利的时候 很简单 四个字 中国介选吃到饱 就可以应付一切了吗 立委林维州秀出照片表示 影片中可以看到被拍摄的人背后有字 罗志正大可为自己澄清 给大家看照片 这个身体特征 那背后有一颗字 这个影片 其实罗志正委员 真的要证明自己不是影片中人 你不公开那个检验报告 不然你公开你背后那颗字 给大家看一下 我跟你讲 以我们的常理判断 身为 做你的脸 这做得出来 你的身体特征 平常看不到的特征 都在这边 你要打脸这个身为影片 很简单 你的身体特征跟那个不一样 不是吗 你看 这个影片 他的脸部旁边有 眼镜旁边有一颗字 你看这个第二个照片 跟影片里面 有一颗字 这个身体 这个还是平常看得到的 我的意思是说身为 被阿菊说已经检定报告出来了 而且第一次消息出来的时候 还说不是身为 媒体也报道 然后来他们不敢承认 这个结果 推给检调 那检调现在推给当事人 说当事人同意啊 就可以公告啊 你就同意啊 你就打脸啊 大家啊 然后就说 这个是中共界限 罗志正则是在脸书粉专回应 网传不雅影片 以及与蔡总统的录音档 都是境外网站 借选操作 希望媒体民众不要传播 以免触发 即使您一起会 台北报道 什么 珍珠奶茶的珍珠竟然是塑胶做的 多吃这种瓜 和癌症说拜拜 全世界疯传的惊人事件 看到这些夸张的标题 您有什么感觉呢 会因为好奇而点进去一探究竟吗 还是已经知道这是毫无意义的农场文 现在我们就带您来理解 假新闻的下标题技巧 教您聪明判别 一文章标题有夸大的声明 像是你不会相信即将发生的事 假的 二出现奇怪或不寻常的动画 通常都是骗局一场 假的 三跳出轻松赚钱 等文字绝大部分是诈骗 假的 四出现不常见的影像 例如疾病扭曲罩等 这是骗点击率 假的 五常见罐头用语 像是百万人公传 大家都惊呆了 简直太神了等 一样是假的 这些耸动的标题 就是希望阅读者能点击 点进去后的错误资讯 会造成民众 对虚假内容的信任或价值判断错误 因此我们要牢记 一看二庭三想 让夸大的新闻标题 不再影响我们的乐听品质 中加集团关心您 再带你来看 台北市松信选区 双输大战竞争激烈 明信党立委候选人许淑华 被检举后立即拆掉 被指控违禁的选举看板 事况人员通过调车 将位于台北市吉林路上 这片萧美琴与许淑华联名的竞选海报拆除 当事人民进党立委候选人许淑华 也在下方全程关注 因为对手检举竞选看板违规 许淑华表示 只要是违规违法 就依法办理 政治人物更要以身作折 因此尽管距离投票剩不到几天 他仍然决定当天立即故宫进行拆除 可以我霸气的说 我立即拆除 而且我刚开始 我刚刚早上发现 他指控我 完补广告的时候 我马上去申请入选 马上通知我厂商 我待会就拆给大家看 我一请他立即就拆除 不要拖到民间 我觉得一个民意代表 要带头做 你就要好好的面对 接受错误 好好的承担 好好的面对 立即拆除 我觉得他应该也要反得到 徐淑华也秀出一张 车辆围庭的罚单 强调自己 绝不会像对手一样当狗仔 会做协助民众解决问题 当民众靠山的民意代表 但是我要宣誓的就是说 只要是违法违规事情 我会一切依法办理 但是我绝对不会当狗仔 到处去检举别人 或者是制造别人的麻烦 那我要告诉大家就是 其实违规事情是小 现在这次的选举 其实弄到的每次 只要是抹黑造谣 这样的行径不断的 一直在媒体上一直出现 然后我认为说 民众也看得非常厉害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举办第23届 台湾儿童及少年 优质节目颁奖典礼 今年首次新增 总评审团看好奖 没关感谢中家观评 连续五年赞助经费 为推动儿少优质节目 持续努力 年度最佳影视节目奖得奖的是 客家电视台 小欧事件部 恭喜小欧事件部 第23届台湾儿童及少年 优质节目奖举办颁奖典礼 今年共有117个节目参与评选 创23届以来最多 共有59个节目脱颖而出 并选出6名总评审团看好奖 以及年度最佳影视节目奖 年度最佳声音节目奖 影视类儿少评审团奖 声音类儿少评审团奖 年度最佳主题特别奖 数位平权 以及促进性别平等教育奖 与年度创新奖等七大奖项 今年我们有声音类的奖项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podcast的节目 来参加优质儿童与少年节目的评选 那除了公共电视台 客家电视台 还有大爱电视台之外 也有商业电视台 以及广播电台 还有个人的内容直播团队 来参加我们包括影像类跟声音类的作品的评选 所以今年的节目跟参赛作品非常的丰富 今天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是我们有一个最佳人气奖 也就是有一个线上的影展 以及线上的票选活动 今年来自包括台湾在内世界各地的 关心台湾儿少节目的观众的投票 有超过一万人次 算是历年来最踊跃参与的一次 此外呢 我们今年的最佳年度主题 是数位平权奖 这个奖也是在希望能够提升 台湾的儿童少年对于数位平权的意识 特别是在数位时代我们会越来越关注 包括儿少世代年龄性别 还有族群的各种 在数位时代里面 必须被看见被听到声音之外 他们的隐私权个人资料的保护 也必须要得到重视 隐私类儿少评审团长得奖的是 换个爸妈过几天 关心儿少世听传播环境的中佳宽评 连续第五年赞助活动 中佳宽评双北系统台总经理徐雪凌 也亲自出席 颁发影视类与声音类 两项儿少评审团长 鼓励从儿少视角出发 倾听儿少的声音 持续产出优质创新的节目内容 中佳集团其实我们全省有 12家有线电视系统 事实上有线电视还是 如果根据调查 其实它还是合家观赏 使用率最高的一个平台 我不免觉得这么棒 这么多的优质节目 如果有机会的话 倒是可以放到 其实每一家有线电视台 都有一个第三频道 公用频道 我想这个可能可以跟 美观基金会来做一些讨论 就是说让这些好的作品 能够透过电视的平台 第三频道也能够在全省播映 那我觉得主办单位真的非常用心 就是说除了从成人的角度 也从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视角 那我知道这个儿少评审 陪丽莹呢 而且这个平成团呢 我们一共有30位来自国小 国中以及高中 换个妈妈过几天是一个 透过社会实验 换妈妈的社会实验 然后让小孩子去体验 八天的不一样的生活 那希望能够解决家庭的 亲子冲突的问题 那也希望儿少能够从当中 看到自己的可能性 那在这制作的过程中 其实非常的艰辛 然后也有很多的挫折 那很感谢 所有一路陪伴我们完成这一趟旅程的 所有的辛苦的工作团队 然后还有主持人 还有最重要的是 那六个非常有勇气 一起参与这一 把自己的各种的可能性 把它展现出来 观察今年参赛节目 评审团表示 影像类可在多元开发 制作剧情片类型的节目 而声音类可以发现 今年题材相当多元 同时呼吁媒体多关注 并制播零到六岁 学龄前优质儿童节目 我们如果是以影像类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类型 还可以再多元开发 如果像今年我们看到的 剧情片只有两部 那如果说能够在 因为小孩子喜欢听故事嘛 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多拍一些儿童电影 儿少的电影 那还有就是动画影集 因为这两种类型 是孩子最爱看的 可是这是我们在这一届里面 我们大部分看到都是非剧情片的 我们知道它制作的很用心 所以影像类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可为 那至于在声音类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声音能够图像化 立体化这是它避走的一个趋势 那如果像现在我们也看到Pockets的有这么多这次来加入 来开始报名来参选 我觉得他们在题材上的创新让我眼前一亮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制播的品质也是大大的提升 所以我相信未来一定是Pockets的是绝对是可以更上层楼 但是电台有电台的优势 电台的资源是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点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我想说明的就是 我发现不管影视类声音类 他们青少年的占比太多了 几乎如果我们以学龄前来讲的话 学龄前的儿童节目反而是串流平台跟Pockets比较重视学龄前 可是学龄儿童节目也是其次 最少就是学龄儿童 学龄前的儿童是我们很关注的 因为儿少节目的主体应该是在六岁以下的学龄前的儿童 跟学龄儿童七到十二岁 反而这两个类型的这两个年龄层阶段 是我们优质儿少节目必须加以投入的 因为这是他们非常需要 最需要就是影视来作为 或者是用声音来作为他们陪伴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必须要再加油 我期待明年应该会大有可为 美关董事长罗世宏表示 非常感谢中家宽平持续赞助经费 让颁奖典礼年年都能盛大举办 同时也公布明年度主题为SDGS永续发展目标 期盼各类媒体能够制播与主题相关的 优质儿少节目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消机会为了让家长正确选购小朋友能安心玩的玩具 购买了20件的商品进行品质项目的检测 发现有两件不符合标准 其中一项更有塑画剂超标的情形 孩童可能会因为啃咬而影响内分泌哦 很多爸妈会在网路上买玩具 但网路商品千百种是否每个都安全是家长们普遍性的困扰 经济部标减局和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日前公布抽查市售20件软积木商品检测结果 发现有两件商品不合规定 小孩恐有健康风险 所以我们呢就会我们的儿童呢 孩童的一个成长过程 那有这个玩具的陪伴那是不可或缺的 那怎样去买的安全 然后玩的安全 我想大概是我们所有的一个母亲的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期待跟关心的 所以我们呢就会就这个有关于玩具的安全性的问题呢 一方面就检验结果跟大家做报告 那一方面呢对有关应该注意的事项呢 一并呢来跟大家做报告 那首先呢我先就今天的一个主题 有关软性的一个积木的部分的检验结果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那这个积木的一个采样呢是由我们消费会请做采样 那总共采样呢是20件 总共有20件 那我们这个经过这个标准检验局检验的结果 这20件里面呢有一项呢是品质方面呢是不符合我们国家法律的结果 那另外有两项呢 这两项呢一个是有关于检验的一个标志 那另外一个是以一个标示的一个说明的 那这两个部分呢也有一项呢是不及格的 所以总共在这一次的20项的一个样品里面呢 总共有一项品质不及格 还有一个呢是根本就没有经过检验的一个标过程 那也没有经过这一个标准检验局 就是合法的一个检验的一个标志 但是呢却贴了一个检验标志的跟合格 这种样这个状况 所以有这两个一个太阳的状况 那有关这个品质的部分 当然是我们最关心最关心的 那这个品质这一个不符合规定的状况呢 是塑化剂跟它的混合物呢 超过国家标准 超过国家标准 那这个 塑化剂跟这个混合物超过国家标准的话呢 它会影响到我们儿童的内分泌呢 还有这个生殖系统的一个健康的发展 所以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有可能是因为儿童一定要触摸啊 那触摸过程当中我们会接 如果说这个真的是塑化剂 或者是重金属超标的话 那我们接触了以后呢 如果没有经过洗手这个过程 当然会吃到我们肚子里面去 那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危害 就会非常非常大的 另外近期也有不少孩童喜爱的 新兴玩具有潜在的风险 家长选购玩具时一定要注意 这个手册最主要是收集近期 常发生危害的玩具商品 那我们就列举一些太阳 目前有收集了九大类玩具 常见的危害太阳 在宣导手册这边有讲 那例如说是那个地态玩具 好像就实在那种玩具 它只要是不服我规定的话 它容易造成一些过敏性的伤害 例如屏股过敏 另外一个磁性玩具 像这个最近这几年常发生的意外的伤害 就是这个巴克斯的球 因为它假如磁性过大的话 小朋友误吞 因为它造型非常漂亮 像糖果一样 那假如误吞的话 容易造成那个肠胃穿口 再就是一个装扮玩具 例如这个卷尺类的装扮玩具 那假如说它的品质不符合规定的话 容易造成割伤 伤害的一个危险 再就是那个膨胀玩具 浮动玩具的话就是 它造型非常可爱 假如说品质不符合规定的时候 它经过膨胀 然后吞到胃肠胃里面的话 容易造成那个肚色 肠肚色的一个危害风险 那这个九大列的玩具部分呢 我们这首席里面都有详细介绍 那我们这边就是说 故意家长选购的时候 一定要选购 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玩具 这是最基本的 第二就是要注意它那个中文标示的内容 还有相关警语 中文标示要清楚 而且要选择适合小朋友使用的年龄的玩具 假如说是三岁以下不适合适用的话 因为使用过程中难免都会有一些损坏 假如已经发生损坏脱落 等等的情形之下 就不要不建议再给小朋友使用 例如另外在做玩磁性玩具的时候 例如八克尺球的部分 一定要有家长在旁边监督 在旁边监督 不管你是几岁小朋友 要误吞下去的话 少一颗少两颗 都有可能是被误吞 误吞的话 误吞的话就容易造成长毒色的一个情形 所以在玩磁性玩具的时候 建议家长一定要在旁边监督 这颗球是打破了以后呢 或者是我们直接放到水里面呢 它就会膨胀 膨胀了以后呢 它就会破裂 破裂就是这一个小玩具 这一个恐龙 小恐龙 那这小恐龙呢 放到水里面以后呢 像我们肚子里面 像我们身体一定有体力嘛 那放到里面去以后呢 一段时间我们看 这个小恐龙已经呢 变成这么大 这么大的一个膨胀 这么小的东西 我们穿进去 没什么感觉 可是呢 这个我们在我们肚子里面 以后膨胀到这种地步的话 我想一定会对过我们的 这一个我们小朋友的 他的一个身体的危害 会非常非常大的 那这个是一个铁纸 类似铁纸这样 那这个打下去呢 用力打下去 那大概就会把我们的手捡住 甚至会造成 做成一个手表的一个造型 可是我们看看 它里面那种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只要破损的话呢 它里面是一个铁纸 而且非常坚立 非常非常坚立 我相信呢 我只要稍微一画的话 一定是流血 一定是受伤流血 标检局及消息会呼吁 业者在制造玩具时 应确保有安全性 及标识正确 并提醒消费者选购玩具商品时 应注意商品检验标志 安全性 且按照说明来玩 误入口等注意事项 确保孩童的身体健康 记者问郡 台北报道 设前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 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徒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吉永市政府规划大班幼儿到演艺厅 观赏剧团表演迈入第八年 这一次连续三天共五个场次 透过戏剧落实品德教育 也让小朋友们认识剧场礼仪 最大声 小学旁一 漫造玩具小偷 老师觉得他们的心情怎么样 很兴奋 就是很期待这处的演示 那因为有的小朋友 他还没有上着剧团的 看剧团的初体验 今天是他们的初体验这样子 再大声一点 小朋友们直说好开心 因为市政府邀请全市的大班小朋友 到基隆表演艺术中心观赏儿童剧 小朋友们每人手拿一张入场票券 在老师的带领下 有秩序地从入口进入演艺厅 体验过程充满教育意义 对 那还有跟孩子的互动 对 他们今天来都很开心 对 真的很谢谢有这个活动 对 谢谢 他们会前几天开始期待 会很期待 我们会跟他们开始讨论说 你们会觉得会 因为我们有跟他们讲剧名是什么 他们觉得说 你们觉得这个在演什么呢 那他们就会有天马行动的一些想象 想法 对 我们就说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是不是跟我们想的一样 对 然後会跟他们讨论说 来看是要注意什么事情 对对对 包括从游览车啊 然后到戏剧的现场 对 然后还有等待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事情 还有跟戏剧的演员互动 因为我们就会在很前面 所以我们有跟他们提醒说 就是互动的时候 要注意的一些礼貌 对 对 今年由如果儿童剧团 带来精心策划的儿童剧 在小朋友热情的呼唤下 四只可爱的小恐龙一一上场 故事主要是传递分享的快乐 市长谢国良 也亲自到场与小朋友同乐 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我是强哥啦 强哥喔 不是美国奶奶 感觉是强哥 你是看我们节目长大的 太好笑了 今天很高兴我们乍至强强哥 来参加我们的很有意义的 这个儿童剧场的体验活动 那我们现在在基隆基本上就是可以说全面式的让孩子在基隆长大 甚至让外地的父母带孩子到基隆游玩都能够有一个好的体验舒适的环境跟一个很多元的玩法 那今天的这个活动也是如此 谢谢强哥今天的到来跟我们增添光彩谢谢 谢谢市长谢谢 也希望有机会能够更多的艺术工作者表演艺术家或者是其他的各类型的艺术工作者在基隆能够为小朋友为同学们来互动来交流 基隆其实一直是我们很期待在这边能够展现的舞台 这个剧场体验活动也特别邀请伊甸基金会早聊班学童共同欣赏 将艺文欣赏融入爱与分享 而从现场观察 透过剧场的互动也让小朋友能学习剧场礼仪 落实品德教育 借此学习到课本以外宝贵的知识和经验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由基隆市政府举办的基隆卤饭王者争霸活动进入倒数 市府发言人于志明呼吁市民和游客把握机会 赶快来基隆品尝卤肉饭美食 色香味俱全的卤肉饭让人食指大动 基隆市政府首度举办的基隆卤肉饭王者争霸活动 已经进入倒数阶段 市府发言人于志明呼吁市民和游客把握机会 来到基隆品尝卤肉饭美食 也上网为心目中的卤肉饭店家投下一票 如果说想要知道说我们卤肉饭的这个 合作的优惠店家的话呢 大家首先可以先在我们的Google搜寻的页面 来搜寻我们基隆卤肉饭王者争霸 然后点击第一个就是这个ETTraday这边的活动网站 到了活动网站之后呢 大家可以先找到最右边的合作店家 合作店家 就会看到一个云端的一个PDF档 上面总共会有40家合作的这个卤肉饭的店家 那当中的优惠呢不外乎大概有三类 那第一个是他可以限折五块钱 那第二类呢他大概是就是他会赠送你小菜 那第三类的话他是有限量的赠送你小菜 大概是这三类 就说民众呢可以透过 如果说你今天很想跟朋友吃卤肉饭的话 可以来这边搜寻 然后呢也可以在现场来进行一个折抵优惠 那除此之外 如果说你对卤肉饭非常满意的话 你也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网站上面的一个投票的活动 我们一样来到官网按到我们的投票专区就可以进行投票 那你可以在这边他会有一个搜寻的一个选项 你可以打上你喜欢的这个卤肉饭的店家打上去之后就给他投票 那其实可以发现说我们基隆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地方 因为其实我在上个礼拜不久前就是我到我们庙口就是有一个专门卖羊肉的卤肉饭的店家去吃 吃完之后呢老板直接就跟我说说我们现在有在办活动啦 就是只要就是会有折抵股块钱这样子 你不用出事任何东西 店家就会直接告诉你说我没有在办活动 于志明也分享日前主持市府的广播节目基隆Podcast 邀请500万评审 也是台湾文史作家曹明宗老师 提到基隆卤肉饭可分为两大门派 有兴趣的民众可收听节目 来深入了解基隆的卤肉饭特色 这个也是曹明宗老师他个人的一个分类的方法 我其实觉得也非常的惊讶 就是说在基隆他把它分为两大卤肉饭两大门派 第一个是酱甜派 酱甜酱甜派的话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大家最知名的天意香卤肉饭 那他也特别去强调说 其实天意香31号跟29号卤肉饭专家 其实他们两家是细出同源 只是呢之后发生了分家的一个状况 这是以酱甜派为主 酱甜派特色就是他会在卤肉饭的酱汁当中 会加入一些糖 所以你吃完之后会有甜甜的感觉 那另外一派呢就是所谓的酱香派 酱香派顾名思义他就是以酱油的这个基底为他的这个基础 那可以知道说他就是他就是完全是没有甜的 他是单纯是以酱油的香味来带出他卤肉饭的这个整体 那他的始祖的话呢就是光复肉根 基隆首度举办的卤肉饭王者争霸活动 积极推广数名铜板美食 欢迎民众把握最后倒数机会 来支持心目中的卤肉饭店家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副总统候选人吴欣宁 昨天到基隆庙口奠记公合体参加 与民众合照在国门广场开讲 来到基隆艾斯陆夜市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宁才下车 受到支持者热情欢迎 谢谢 欢迎 老板好 走到甜点摊位前 当然不能错过基隆美食 还拿起麦克风向民众预告 各位基隆庙口的朋友们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宁 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 是我本人今天晚上特别来到 基隆庙口 不好意思 在这个附近呢 跟大家导致招呼 我们待会儿 7点吗 7点 7点的时候会在庙口前面集合 我跟柯主席都会在这边 希望朋友们如果空的话 来听听我们演讲 来支持我们 谢谢你们 祝大家 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然后跟大家先拜个早年 龙年快来了 祝大家 龙年行大运 后文都来了 财源滚滚 大家身边赚大钱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而在基隆庙口 电机公广场 早就挤满热情的支持者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 柯文哲 与副首吴欣宁 在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的陪同下 到庙里上香祈福之后 随后来到广场 受到民众热情欢迎 谢谢 而民众党在国门广场 举办了民众开讲 包括党内药角 黄国昌 黄珊珊都陆续上台 晚间7点左右 国门广场已经涌进 上千位民众 不过基于政府总统 候选人安全考量 民众必须在广场外先进行安检 才能进入管制区 我希望说我们一起努力 改变就会成真 还有一个 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可以留下一个更好的 桃園给下一代 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 所以 这次选举真正的目标 我们要把国家迎回来 再重新交还给人民 所以 义无反顾 拼一切 真的 义无反顾 拼一切 相信美好台湾 会在我们手中实现 好 谢谢大家 临近金融港的国门广场 夜晚特别寒冷 只剩下13度 但支持者热情不减 选战进入最后的关键 民众党政府总统候选人 首度合体基隆 也让支持者更有信心 赢得最后胜选 记者 黄少铭金融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